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品要成功除了受人喜爱之外,logo也是重要的元素 但是你知道这些成功的商标上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今天要来看五个隐藏在logo背后的都市传说 可乐除了有可口可乐之外还有百事可乐 如果你将PEPSI反过来看可以看出 ISDED 发音跟Is Dead一样 不仅如此,PEPSI的原始商标象征着下一代 所以PEPSI在港商标符号前被认为是光明慧的一员 完整的英文版为Next Generation Is Dead 另外一个说法则是 百事可乐为了今年11月2号墨西哥使人节而设计这个商标的 第四,星巴克 星巴克大概是咖啡界最有名的厂商了 他们的logo星巴克美人鱼制造了许多谣言理论 许多传说都认为这个logo是代表邪恶的神学 这个神学从14世纪就可以传到现在了 如果你将两个符号箱可以大约看到相同点 但是因为这个说法太牵强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则是 就是这个图案其实是造成一个希腊神话中 半人半鱼的女妖设计出来的 这个女妖被形容为爱幼或孤单的男人 然后之后再结束他们的生命 而设计这个logo的人也承认图标是造成这个女妖设计出来的 但是因为女妖的象征跟故事 让许多人开始反对这个图案 于是星巴克重新设计商标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苹果目前是数一数二最赚钱的公司 如果你的手机是苹果 转过来看看苹果的logo设计 很多谣言关于这个苹果被咬一口的设计 有一些甚至很残忍 而最主要的传说就是这个设计灵感 来自于艾尔伦图林 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在二战期间曾经协助盟军方解破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 但是因为有着同性恋倾向 遭到英国当局迫害 他在自杀时吃了一口含氢化物的苹果 过世时只有41岁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一个小女孩因为父亲上战场 跟妈妈相依为命 但是因为食物短缺 妈妈舍不得女儿挨二 于是就把自己的肉切下来给他吃 吃了妈妈的肉无法忘记当初的美味 于是就无法自拔的将妈妈吃掉了 过了数十年博尔家的社长 听到这个让人觉得美味又能填饱肚子的故事 于是就用了这个牛奶妹的形象 更怪异的是牛奶妹的牛奶糖广告 其中一句台词意思是 原汁原味的妈妈的味道 第一迪士尼 迪士尼的成功当然会有不少谣言 而这些谣言已经在多年前开始被人关注 如果知道光明会的人 就知道这个组织是一群有社会地位的权益人士组成的集团 标志包括三角形、眼睛、666和太阳标志 有一个讲话是Walt Disney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 不仅卡通内藏着许多暗示 连他的名字上标也藏着有666的数字 你们觉得这些传说是真的吗?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持续追踪可以按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